政府高度关注网络霸凌歪风 警方也严厉行动 鉴定网络霸凌施暴者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就警告各界 尤其是社交媒体用户 不要发表任何可能 危害他人安全的过分揣测或评论 以免遭到警方对付 拉扎鲁丁举例说 网络上最近就出现了 针对诺法拉命案的网络霸凌元素 对受害者或是嫌犯家属 恶言相向 他提醒民众 网霸者的行为 足以对受害者构成人身安全威胁 为例者可以在刑事法典506 刑事恐吓条文 500诽谤条文 还有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 不当使用网络条文下受到对付 警方和通讯部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从法律层面检讨 未来可能拟定针对网络霸凌的专法 请不吝点赞押